厉害! 約會這段學生小孩 保安鄉天生國秀五名學生 參加第七次香港陶地公開比賽 以政策的演奏方式 提到兩名金牌以及兩名金牌的好成績 好專業的思想是很高興 馬陶過比賽 革電學生的電源舞台 整個小孩的主信心和勝出感 decisions about activities 就是在這予好聽的音樂 讓天上國秀陶地隊 五位冬奥参加第七次香港陶笛公开比赛 提到两名金牌 两名金牌合成者 我很感谢我们学校的同仁 以及我们陶笛的老师 心情地知道 那当然也很肯定我们学生 能够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当中 努力地发挥 用他们最大的力气 然后获得这么好的成绩 第一个国际性的陶笛比赛 然后是由香港主办的 那因为疫情之前 都是必须要到香港当地去 参加这场比赛 那疫情当中呢 停了三年都没有举办 所以主办单位觉得说 要给更多广泛的 喜欢陶笛的学生们 能有这个机会能上这个舞台 所以就举办了这个 跨国际的一个视讯的一个比赛 然后也很感谢学校给小朋友 这个机会 让他们有机会要上国际舞台 这一次的比赛 是爱想在台湾中 比赛的聚目录音 驾到香港来参加 结果是来拍摆吉他 又加提到金牌 让学生真欢喜 也来感谢老师的积德 一年级陶笛学到四年级 我特别感谢老师校长 及主任的教导 让我有这个机会 可以让我去参加陶笛比赛 算是国际的 我今年四年级 我从一年级学陶笛学到现在 然后就是我在比赛时会很紧张 然后也会有重录的时候 也会有重录的时候 然后呢除了那个比赛是国际赛 我们成绩公布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成绩 我会蛮欢喜的 我学陶笛已经六年了 很荣幸在这个毕业前系 能参加陶笛的国际大赛 让我觉得很开心又惊喜 荣幸可以在毕业前参加一次 香港陶笛大赛 我第一次比赛就参加这么重大的 国际比赛很开心 重座比独座难 在这之间我们培养了六年的默契 在这次香港陶笛大赛获得了奸奖 我们要谢谢校长 老师主任的指导 虽然天生又笑笑一片庸修学 做完优衡 但是好好希望透过陶笛队成立 古典核生的丁燕舞台 也来增加小孩自信心价成就感 大中华新闻林冠英保业 蔡宏布德